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 占士天鋒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一個多月裡面的波鞋入手的一些款式 希望大家在Summer那裡可以選擇多一些 深水的款式 因為這幾個款式都是很Hit的 我覺得大家都可能會非常喜歡 而我當然很喜歡才買 事不宜遲, 現在就馬上告訴大家 第一對, Ultra Boost 我這款Ultra Boost是跟HighSolability的Cost化出的 而這隻灰之前從來都沒有 作為一個喜歡穿運動鞋 以及如果真的想買運動鞋 我推介給你, 一定要買 這一款非常好穿 以及非常之適合 而我在網站買的時候 還送了一雙物給我的 就是這雙了 第二雙, 就是Sortdart 這雙Sortdart同期還會有橙色和藍色 但最後我都選擇了黑白色 為甚麼? 因為二層的 而這次想說一說 接下來Sortdart都會有ID 可以讓大家任選的顏色 自己製造出來 所以的話 打後時間就不需要搶 而我買這雙的時候 是不知道ID版會出 所以就買了黑白色 而三對, 就有Pone Furry 這雙Pone Furry 其實是由三方聯成推出的 分別包括有這個 Pacasus, Atomos 還有Body Hunter 三個不同方面一起Costle化 整雙鞋用了很基本的黑白色 不用多說為甚麼我會買 因為是二層 還有一個膠蓋庫索買的 後面這裡有一個VM的張 Body Hunter的張 最刺激的就是這件事 你說是不是 第四對 就是這一對 AirPastle Violet Ultra 顧名思義 用了Pastle的鞋款 Findle偏側技術的鞋面 以及Ultra 其實本身這一對Mid Cut 和Low Cut的重量 差無幾 大家不妨可以試一試 其實我想跟大家說 中筒的設計 配上一些再高一點的麥 出來的感覺 其實是比較漂亮的 這件事不是我講的 是我的偶像 要煎湯 是這樣搭出來給大家看的 是不是很棒呢